这里的话就是胜利之门 然后背后的话是特别宽的马路 这里这个的话是Stefan the Great的雕像 这里发现市中心的公园很多 而且在公园里面长椅也很多 到处可以休息 这边大部分的话都是当地人 基本上没有游客 所以说这边的生活节奏相对来说比较慢 而且特别惬意 大家看一下这个附近的公园吧 哇这个市中心的人都好惬意 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 阳光好的时候往这里椅子上一躺 真的是舒服 生活的话就是市中心的教堂 总的来说 此次在摩尔多瓦首都的旅行 感觉还是相当不错 当地人的话都相对来说比较惬意 而且都很有好 虽然现在武汉肺炎的情况下 在意大利韩国以及伊朗 都在失守的情况下 这里的当地人对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敌意 基本上没有 在网上说这里整个国家不是很安全 但是我自身的感受觉得完全不一样 太好完全相反 我觉得它比很多西方的大城市都要安全很多 这边因为都是当地人在这边休息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这里小孩在广场上喂鸽子 而且这里还很有意思一点是 这里好像俄语说的比较普遍 但是这里的官方语言其实是罗马尼亚语 因为的话它的两个语系很不一样 罗马尼亚语的话是属于拉丁语系 更加接近于西班牙语和法语 然后俄语的话是属于斯拉夫语系 乌克兰还有整个之前的南斯拉夫都是一个语系 这里的话是莫尔多瓦首都的街道 马路都很好 而且这边还有好多当时很怀旧的游轨店 这是当地的街景 昨天的话我在这里吃到了最好吃 夜上最好吃的面包加黄油 还有它的那个鸭子鸡蛋汤 特别好 竟然关门了 大家好我现在一个格鲁加餐厅用餐 怕的话这边菜单都是俄文 刚才有人帮我翻译了一下 看一下这个是鸡蛋大饼 包子猪肉汤还有红酒 虽然莫尔多瓦 Kishnow市中心它没有特别高的山 但是我觉得我住的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座山 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全景 给大家看一下 好吧 莫尔多瓦首都Kishnow这一集就到这儿吧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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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